在抗美援朝的历史上 有一次极为惨烈的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 我方军队参战人数最多 伤亡人数也最多 在后来 我军的19兵团将这次战斗 称作血的教训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秋路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谢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心怀不轨的美国 越过了北纬38度线 战火几度差点蔓延到中国 为了谋求领土的完整和边境的安全 我国志愿军依然跨过了鸭绿江 与美军展开战斗 期间爆发了一场伤亡 极其严重的战斗 故事就从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说起 1951年3月 美英法等国家在朝鲜战场上 依然将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 而后 这几个国家的联军 开始就是不是要越过三八线 要怎么终止朝鲜战争 开始了讨论 与此同时 当时的联合国军总指挥迈克阿瑟 因为曾提议要对中国发射原子弹 而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产生了分歧 并遭撤职 之后 指挥能力远胜迈克阿瑟的 美国上将李奇威继任 成为了联军的总指挥 此时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了第四次战役 我军战士正斗着昂扬 在前四次战役中 我军虽然损耗极大 但也收获了胜利的果实 将战线维持在了三八线附近 当时我军的装备比较低劣 但也能把美军打得落荒而逃 此后 美军还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第二批入朝的 苏联提供先进装备 成立了各种高炮营炮兵连制后 斗志更加昂扬 毕竟在之前武器如此落后的情况下 我国志愿军都能够取得胜利 装备升级后 胜利不是更容易到来吗 于是当时的志愿军上下 都出现了一种速胜的思想 认为我军很快就能把联合国军全部赶走 当时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 还信誓旦旦地告诉后面的志愿军说 美国联军的防御很弱 轻易就能够被打碎 再加上 如今志愿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六十余万 比敌军的三十四万的人数要多出一大截 优势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但正所谓交兵必败 我国志愿军只看到了我方的优势 却忽略了劣势 在人数方面 志愿军的确碾压了敌军 但由于后续部队几乎全是新兵 战斗经验要比老兵薄弱许多 再者 美军绝不是那种会停滞不前的军队 总结了前几次失败后 再加上新任指挥长李奇威的带领 美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识 已经提升了一个档次 改掉了志愿军口中说的 和鸡蛋壳一样薄的防御方式 更换为环形防御策略 为了保证胜利 美军还调动了很多二战老兵 前往朝鲜战场前线 最后美军在前四次战役中的失败 很大部分是错顾了形势 弹药准备不充分 虽然在我军眼里 美军发射的弹药数量已经很惊人了 但美国的工业水平其实极为强大 之前发射的弹药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所以在第五次战役前 美国的军工厂开始加大弹药的生产力度 并将这些火力大量运往朝鲜 可以说美军为了迎接第五次战役 做了万全的准备 李奇威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志愿军大概会在四至五月之间发起进攻 于是他便下令让军队全部进入防御状态 方便诱敌深入 而为了夺得先机 我国志愿军决定先联合国军一步行动 在1951年的4月22日 我国志愿军向敌方发起了进攻 在那个月夜之中 我军共使四个军带着武器干粮奔往敌方阵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三八仙陆军的居民 都因为战乱撤离 所以有近三百里的地方 都无法攻击粮食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作战 我军只能够自己携带干粮 每个志愿军身上 都至少围着四十公斤中的弹药粮食 而这些干粮 大概只能够维持五至七天 之前 李奇威就已经掌握了我军的这一弱点 意图通过消耗我军 将志愿军熬到支撑不住的时候 再进行反攻 战斗刚开始的时候 我军的战况还算乐观 虽然后勤储备被炸 上百万斤粮都被毁 但我军依然坚持作战 对美军的侧翼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在战争早期 我军左翼的宋世伦兵团 可日近三十公里 一举打穿敌军的阵线 并见面了美国二十四师的一部 以及韩国的第六师 而中部的王晋山兵团也势如破竹 一举切断了东西两线敌军的联络 问题就出在了右翼方向的第十九兵团 十九兵团是由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组成 当时在彭德怀元帅的指挥下 第六十三军已渡过了临金江 到达了学马里地区 在这里我军遭到了英军的阻止 当时英军第38旅 俄罗斯克营驻搭载学马里 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 曾参加过两支 战斗能力和战斗经验不言而语 反观我国志愿军 已经前进作战十分疲惫 而且弹药粮食都比较短缺 但为了胜利 我军依然奋影向前 与英军的精锐部队 开了五战 这场战役过后 我军共歼灭了一千多米英军 并缴获了48辆汽车 26门火炮 以及18辆投车 还有许多作战物资 这是我军在第五次战役全程中 打的最漂亮的一场仗 反观第六十四军 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当时彭德怀元帅 命六十四军渡过临金江 攻入义政府 再使用迂回战术 断绝敌方后路 迅速歼灭敌军 这次的任务的意义重大 一旦任务失败 敌军就会有机会 位置喊将于安 届时我军就必然要再赌将 这会使得战役的难度大大增加 因为是彭德怀元帅的命令 所以率领十九兵团的 杨德志也十分重视此次进攻 然而在191192师四个团的部队都渡过临金江 并对敌进行打击后 也一直没能突破防线 因此杨德志十分心交 只得发电报 希望其他军部能够帮助六十四军完成任务 在发出电报的几个小时 只得地球190师一起加入战斗 然而即便如此 敌军阵地也迟迟未被突破 那么为什么这条防线会如此难以突破呢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 敌方的美军的炮火攻击太猛烈 而我军缺乏同等级别的重火力 不久后六十五军也到来了 其实原定计划是六十四六十五军 先后渡过临金江再与六十三军会合 现在六十四军无法前进 两军加起来有五个失六万余人 都被迫留在了临金江的南岸 而这片区域很狭窄 不过二十平方公里而已 而美军就在此时 趁机向这片狭窄的江南 投下了无数的燃烧弹和炸弹 而我军却在无法防备的情况下 被迫暴露在了猛烈的炮火之中 在两天两夜的轰炸过后 我国志愿军的伤亡人数极多 根据史料记载 当时美军每小时就会发射三千多发炮弹 我军几乎无法前进半步 此次战役的牺牲是极为惨重的 据推测 在这场战役中 我国志愿军的死伤人数 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万多人 在紧要关头时 志愿军们毅然舍心望死战斗 并向前前进了五十公里 敌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 此时志愿军不仅身心上十分疲惫 弹药和干粮也几近枯竭 这与李其威之前的估算相差无几 当时的美国第八军团司令 詹姆斯·范弗里特下令 每晚撤退15至20公里 白天时则转为防御状态 在设置防线的时候 美军铺设了多层铁丝网 并在阵前埋了许多地雷 放置了装满汽油的燃烧桶 在战术方面 美军采用了逐步往后撤退 但始终与志愿军保持接触 并对中国军队进行杀伤 就这样 美军井然有序地退回汉城附近 并准备请军入瓮 我军一旦钻进他们的圈套 就会受到毁灭性的火力攻击 然而我军在临近江岸 已经遭受了一次血泪教训 指挥部也进行了复盘和反思 绝不允许重挡覆辙 在经过研究后 杨德志发现 反斜面坑道可以抵御住 敌军疯狂的炮火 于是19兵团都开始 找起了炮火思想 就这样 美国猛烈的火力攻击失效了 后来我军的第19兵团 又占领了多个地区 眼见志愿军战力如此猛烈 联合国军忙撤回了汉城 并修筑了防御带 此时第三次难民逃离潮出现 而我国志愿军 见无法再往前突进 便放弃了进攻 就这样 从4月22日开始 至4月29日结束 共历是7天 在志愿军携带的弹药干粮 几乎用尽的时刻 我军终于赢得了 第一阶段的胜利 虽然这次我国志愿军胜利的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付出了 极其惨重的代价 这代价 不仅仅是因为 我军的炮火装备 不仅美国 还因为我国在战役的武器 误判了美军的战斗力 过于轻敌 才导致了 被围堵在江岸打击的尴尬局面 但幸运的是 我军应变能力强 迅速调整作战方针 最终还是赢得了 这次战役的胜利 还在军肺上